谁用谁话 谁家人是哪活 我刚才演那个情景就是怎么衍生出来 可能霞姐有印象 之前不采访过一个男嘉宾来相亲 她当时就说她肯定要管钱 她钱也不交出去 但是呢如果女方要管她要工资卡的话 就得签个铁 万一过两年你跑了的话 你喝我花我的 我的钱都让你开销掉了 完你走了 然后我的工资卡一分钱不剩了 所以才演变出来 这例子很多 因为单身是例子很多 女人过过半年几个月 用啥生点气 台北走了 女的看男的看女的95%看颜值 女的看男的50%看颜值 50%看条件 说你找漂亮 我找这老头不漂亮 我从条件过来都你吃得花你 完零花钱 但一旦不搞应用啥了 台北走了 你前年老头钱花没了 女的半年都是 一般都两千多 半年都剩一万多钱 在这老头上代老头家不接 自负的 我当保姆的 我当保姆还挣钱的三千 男嘉宾说了一个词说致富去了 那叫什么人哪有那样的力量 要找一个那不是确定过一辈子的事 那也不能说这家走啊 你不信不放开 人心人给你吗 对 那是交心比心的事 我和王岸人过了二十多年没有 是他没有 但是他那工资卡给我 我从来就是求生活费 剩余的钱我不动 那谁也没有工资卡 二十年 存折 存折有 来 咱男嘉宾啊 存折了完了那个那什么 我用多少钱拿出多少钱 你也没退休 没退休 说老婆你二十年的话 他没钱你一钱照着拿 肯定拿出来 你看 现在和老头去打的 那掉眼睛 老头有钱他不拿 不打的 是把房卖的 他顾虑上借钱 才得给他 男嘉宾好像觉得 他把事情看得非常的通透 看得也让人有点心寒 就男女之间 或者是二婚之间 或者是老年恋之间 真的就没有 把钱先放下 看看感情的这种感觉吗 男嘉宾好像认为 男女之间 他是需要用比例 用数据来说话的 甚至是要用冰冷的钱 来衡量的 可能这是男嘉宾的一种观点 或者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意识 他是麻干打狼两头 还怕 对 因为这个不仅仅是男嘉宾会这样想 他刚才说了 他在他那些老年群里面 这些单身的男士 恐怕都会有这样的想法 互相交流 对 因为这里面 就是对于这个再婚 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这一段 过多的是 有很多人说是什么 交不了心了 因为有很多的时候 就是因为有这样过多的牵绊 但是其实如果婚姻当中 要是多了这么多的算计的话 的确是没有办法往前走 刚才男嘉宾提了一个现实 就是半年怎么样 半年怎么样 其实如果真的是算计在先的话 半年我觉得都很长 可能一个月两个月 真的也就过不下去了 所以婚姻当中 尽量地把这些算计往后放一放 如果真的想要相扶相持地往前走的话 相互倚靠的这个关系 好好考虑一下 你一点开朗的心胸都没有 不能拿媳妇当贼房 拿媳妇当贼房 谁跟你会 那你看我二十多年了 我也没展现啥呀 我也没有啥呀 我剩下的钱也都给他了 我也没拿他一分一毛的 所以你觉得 房子还都给他了 我就是亲人住户了 你的房子跟老头了 我什么呀 那我们俩在一起攒钱买的房子吗 那不后来都分房子 都交款了吗 所以女嘉宾认为 往我最后啥也没落下呀 所以女嘉宾认为男嘉宾 所以我就 现在我就有这个感觉 我不能掏钱了 那万一男嘉宾变了心 我不又是一个坑吗 互不信任 来吧 为啥我说 这把钥匙你敢不敢给我 放心不放心 我给你讲 你那一向 像哥那块都揣钱 我能不能动 大多数个公司卡 男人都不愿意交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块 信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如果二位像日来说的 不管是保护自己也好 还是算解也好 如果整天都缠在这里边 是没有时间谈情说爱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 把戒心先放一放 先好好的享受一下爱情 来接着请二位来到我身边 来 我是男人 我喜欢的女人 我全给他 身头给他了 我还在乎钱 我们是掏心窝说的 这个女人从品质上来讲 她是真的是不错 来吧 接下来有请我们女嘉宾 先稍作休息 咱们一会儿见 好不好 谁她也不能选 对 她是油滑头 她不能选 她微信群 大信群群群 混没你的人 好的 接下来进入我们爱的考验 掌声 有请两位女嘉宾在一起上场 来请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出现六道题 在我念的过程当中 请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一 婚后生活费用由谁来承担 二 婚后出现意见不合 应如何解决 三 婚后要控制经济大权吗 四 子女同意再婚吗 五 异地怎么解决 六 再婚之后 如果有需要 会拿出以前的存款吗 来 有请我们的二号女嘉宾 选择一道题来问对方 三 三婚后要控制经济大权吗 男嘉宾 不需要 来 一号女嘉宾选择一道题 二 婚后出现意见不合 如何解决 商量解决 商量解决 男嘉宾选择一道题 问对面两位女士 子女同意再婚吗 二号回答 同意 一号回答 同意 接下来有请三位 背对背仗好